大摩可以说是香港马坛的杯王 不过其实他已经很多年未捧过香港杯 上一次的浪琴标马会杯 他就派出了四匹马匹去参赛 不过都阻止不到加州万里去赢马 他只能够包办二三四名 今次的参赛马匹当中 究竟哪匹的赢面大一点呢? 据我所知其实大摩马坛最近搬了马坛 可能会有些马不适应 这些很难从外在可以看得到 但是其中一只海鑽石搬了马坛之后 他都可以赢到马 所以希望影响吴乃太太 而大摩这么多的参赛马当中 我觉得续领风骚是比较可以看好一些 当然他不是排面很高 始终二千跑到一级赛的能力 他都真的要有待证明 但是上一年我们去到新加坡 见得到这只马 原来跑二千的能力都不是太低 而且以往马跑快地似乎是比较好一点 软软的地不是太好 但是去到新加坡 受到天雨影响的场地 他都可以应付到软软的场地 近期天气都比较多雨 预期的场地都不会太干快 对他无疑会有一定影响 但是如果看上新加坡的表现 他能够应付到好地的话 他在这一场他都有些机会突击 续领风骚是一匹很中心的马 从来未试过跑一场差的赛事 上将他表现出色 跟扣女魔法运营差不多 随着年纪的增长 他看来越变越好 麦道朗将会为他压阵 他曾经在新加坡 骑过续领风骚 发挥非常出色 虽然道理来和这匹马都很合格 但是我始终较喜欢用密度 而这个决定马主亦同意了 我相信如果到时有好形势的话 他可以留守在中间较前的位置竞逐的话 续领风骚是有力一争的 虽然这么多届的香港杯 都没有马可以成功遗免 但是今年我们港队有一种希望 就是加州曼里 去年香港杯真的赢得很精彩 蔡明笑的发挥也是很出色的 看回他马会杯的一场 虽然又是有些经验 但是斗爆的话 他又是爆赢了魔法幻影的那些马 所以他在香港跑2000的能力 已经一再证明到 他是具备国际一级赛投马的水准 今次继续在主场参战 而今季的拼播不多 只是跑了两场而已 看到的状态一直都好 今年我觉得他真的有机会可以衛免 加州曼里的问题就是 因为他有一些脚问题 他的葫芦骨经常都有一点痛 所以我们要打骨针 保护他 希望他不会有这样的问题 这季第一次跑 跑到1600米 二级赛 跑到第五 在后面冲上来 所以第二次跑 我们很有信心 这次他一定会有 有big show的了 他赢了这次 他让其他马有5磅的 他让我们来看 他的奋斗心是很强的 一个小马 什么5磅重 那其他这马 这样赢了 我相信 国际赛也有很大机会 还有 这一届四行的国际赛 除了香港瓶之外 我真的全部都是支持港队 之前短途锦标 一里锦标都是支持港队 这一场香港杯 一样都是支持港队 刚才我都说过了 加州曼里 因为今季真的只是跑了两场而已 我觉得他的状态 真的逐步逐步地提升 高东尼是大赛练马斯 部署上是很有分寸的 这次希望蔡明肇 发挥醒醒定定 他在香港的主场 跑2000的能力 他真的一点都不低 所以继续支持港队 四场赛事都这么精彩 12月9日沙田马场 一起见证草地王者诞生 拜拜